一枚核弹在美国本土轰然落下 紧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 随着无数核弹在全球看花 整个世界也在爆炸中毁灭 众所周知核弹爆炸后地表会充满辐射 因此一批人类躲入了地下避难所 而另一批人类则在废土之上挣扎求生 时间很快来到300年后 一个女孩为了寻找父亲推开了33号避难所的大门 可是映入眼帘的世界除了荒芜还是一片荒芜 33号避难所附近到处都没有生命的迹象 唯一存在的就是无数风化的骸骨 她走进一所住宅 却发现这里的人也已经变成骸骨 她拿起餐桌上的一瓶药物 却发现这里没有剧毒 显然这里的人家是自我了结的 而那骸骨赫然是一个孩子和自己的母亲 当晚露西正在野外休息 却忽然被一阵低沸声惊醒 她抬头一看那赫然是一只大黄狗 紧接着黄狗似乎发现了什么 她竟然叼回来一只身形比例明显不对劲的蟑螂 紧接着露西抬头一看顿时一惊 人们总是觉得小强打不死 结果居然是真的 在核爆中她生存了起来 甚至还净化了 即使在大型的猎物他们也能猎杀 就比如眼前的你 她的话让露西不孩儿立 接着男人告诉露西她不该在晚上生活 可是明白是对方救了自己的露西去开口说 她在寻找自己的父亲 她被一个名叫摩尔的女人抓了 可是男人却似乎识破了她的身份说 避难所居民在地表简直就是兵威物主 那里有法律可是地表却完全不同 如果继续在这里 那么为了生存露西可能变成另一个人 露西却表示自己找不到爸爸绝对不回去 而男人一听露西坚持的话语却也不再多言 她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而第二天的露西却忽然看到一户人家 她立刻友好的打着招呼 可是当男人走来却憨憨傻傻地问露西有没有饮用水 露西连忙好心地递过去 可是男人却一点也不客气 于是露西连忙开口 没想到男人接着就说 如果有人给你一瓶净水就必须喝光 谁也喝了露西总算找到机会问话 她问男人有没有看到一队伍人压着一个人过去 男人却说从没见过 不过前面有个小镇应该可以打听到 露西连忙道谢离开 没想到男人却劝她说那里很危险 不如和自己组建个幸福的家庭 拜别男人后露西再次上路 可当她经过一片森林却发现这里有着许多汽车的残骸 就在她疑惑不已时前方出现两道人鱼 小白一样的露西试图打招呼 却不料对方冷漠得根本不理睬 很快露西来到了这个小镇 而这里的一切都是利用末日前的残骸搭建 对于露西来说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的奇怪 可当她试图询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自己父亲 却发现还是没人理他 而露西也没有放弃地深入了小镇中心地带 在这里打斗随处可见 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杂货店 只是走进去的她还不知道 此刻一个奇异的男人正死死平在这里 露西试图上前询问这个看似和善的大妈 自己的父亲被一个叫摩尔的女人抓走了 可是对方却通过露西的衣服一眼看穿了她的来历 她说露西的头发顺滑牙齿整齐 一看就是当初进入避难所的上流社会人的后代 露西甘大的说自己理解地表生存的人的艰难 可是自己生存在地下也是有使命的 那就是拯救自己的国家 可是老派台一听却顿时鄙视地说 避难所只是有钱人躲在地底下的一个洞序 她警告露西赶快离开 可就在露西刚刚走到门口时 却巧之又巧地遇到了昨晚的眼镜男 她顿时惊诧至极 可是眼镜男的狗却轻车熟路地进入了屋里 而她一见到露西也连忙说 她真的建议露西赶快回家 在这里很危险 可是露西却不这么认为 她还是坚持必须找到自己的父亲 可男人却忽然开口 可就在此刻老太太再次走出 可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响起 那是一直在门口蹲守的奇异男人 而眼见男人走出 周围的人也纷纷都开始躲避 整个小镇中心顿时被一股奇异的气氛笼罩 而男人的样貌更是奇怪 她的鼻子竟然是空白 原来她正是在蹲守威尔医生 接着尸鬼开口 就在昨晚六个代理同时 收到了一个悬赏信息 那就是眼前的威尔 而她正是为此而来 可是老太太也毫不客气地说 有人付了她一大笔瓶盖 要求她把威尔送去小镇 一场冲突就此发生 可是老太太却躲在铁桶后面大吼 而尸鬼也瞬间注意到了周围虎视眈眈的人们 下一刻她开始凝笑 紧接着她忽然动手 只是快速无比地击枪下来 刚要有所异动的人都被她打得不再只剩 可就在她缓缓走进威尔时 威尔那条中心耿耿 却冲了出来 可是下一刻 露西却朝着她勇敢地举起了枪 她说尸鬼这样做不合理 除非她现在主动投降 显然露西的举动在她门眼里可笑不已 尸鬼试图上前 却不料露西直接开枪 尸鬼猛然回头 却发现那是一种被称为骑士的战士悄然来头 接着她直接将落地面来到尸鬼面前开口 下一刻她就要直接对着露西开枪 却不料被自称是提图斯的骑士直接上前发 接着骑士直接掀开了面罩说 而下一刻小黑就直接顶着尸鬼的火力起身 接着她一拳就将尸鬼砸飞 而此刻露西也连忙和老太太扶着威尔进屋 而她紧接着就直接拿出一个山寨货的甲质 下一刻她对准了威尔 就在威尔的坦叫声中甲质被装好 而接着老太太就告诉露西 她只需要将威尔送到地方就可以见到自己的父亲 因为要得到威尔的客户和抓走你父亲的是同一个人 她就是摩尔 而带着威尔就可以见到摩尔 这也是你最大的筹码 终于有了父亲线索的露西立刻上手准备带威尔离开 可是就在此刻一道声音传来 那是小黑和尸鬼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眼看着小黑大发神威 两人连忙趁机逃脱 却不料下一刻 小黑就此被卡住 而一直被虐的尸鬼却明白自己找到了机会 下一刻她上前说 紧接着她拿起匕首直接割断了小黑的控制线 即使小黑拔出了腿 可这一刻她对抬甲的操控却出了大问题 于是她灵机一动试图离开地面 可是尸鬼却转身拿起了一根矮绳 下一刻 刚才大发神威的小黑顿时被甩飞 而此刻的尸鬼也没有追击小黑 而是将一只药剂注入到刚才重伤捶死的狗狗身上 下一刻狗狗顿时复活 可是尸鬼救活她的目的却是跟着她找到已经逃离的威尔 经过一晚上的长途跋涉两人再次来到另一片荒漠 威尔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住了 于是她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旧父心切的露西试图鼓励她还有30公里 可是威尔却说 这一刻露西面色大变 可是威尔却说后面不止一个人在追杀我们 不过你可以带着我的头去那里 效果是一样的 只有这样你的行动才会更快 震惊不已的露西试图说些什么 可是威尔却留下最后一句话直接咽起 此刻的露西还不知道 逃亡的威尔曾把一颗神奇的雾体放入遗弃 然后她将它固定在了头上 而正因此她也开始被追杀